寒流最冷的時間點已經過了 不過今天清晨 離島馬祖還是出現2.7度的低溫 台中大甲也只有7.9度 氣象區估週三又會有一波冷空氣南下 加上華南雨區持續的東移 所以一樣會帶來水氣 但強度上沒有這一波濕冷 民間氣象亂談 對比各國預報模式 未來五天的各地雨勢 中部以北東半部雨還是多 尤其基隆北海岸宜蘭還是紫一片 東北部可能要到228連假 才有機會看見陽光 寒冬低溫還下著雨 基隆外木山卻有民眾超勇敢 一早挑戰海泳 週一上班日冷嗖嗖 離島最低溫馬祖只有2.7度 本島平地最低溫 還是出現在台中大甲7.9度 緊接著週三 大陸冷氣團又要報導 不過氣象局評估 強度上沒有這波冷 週三又有一股冷空氣南下 所以提醒北部地區的朋友 週二 週三 週四 依然要持續的保暖 不少民眾也哀嚎 比起前一天氣溫率為回升 但為什麼感受有限 氣象局局長正名點以衛星雲圖來解釋 看看白白的一大片 看不清楚台灣 這顯示台灣上空雲層人厚 回暖有限 氣象專家彭啟明也說 冷空氣威力在週日中午就已經探底了 最低谷底已經渡過目前緩步回升 但因為濕度高體感溫變化少 感受還是有限 要到週四 週五 這週末連假期間才會有回溫的感覺 民間氣象論壇對比各國預報模式 未來五天雨是中部以北 東半部仍會持續降雨 預估會下到週三 東北部則要等到228連假才有陽光 另外也有氣象專家發現 這次比較有趣的是冷空氣厚度不足 底層降溫很明顯 馬祖甚至降到三度以下 但中高層反而受到比較暖濕的西南風影響 降溫不明顯 高山降雪情況少 不過氣象局評估到週三前 三千公尺以上高山還是有降雪機率 追雪民眾可以再等等 捷送報導